全港運動, 全城一洞 我們繼續邊走邊說 我們這麼急去哪兒 當然趕著參加中西區的誓師大會 乖, 到中山紀念公園 啦啦仔, 接播 我啦啦仔, 接播了 來到中西區代表團誓師儀式現場 人很多, 很熱鬧 只看現場就知道中西區是有備而來 不知道他們還準備了些甚麼呢? 中西區的市民一向熱愛運動 並且積極參與各類的體育活動 為迎戰今屆的全港運動會 經過一連串競爭激烈的因選賽之後 中西區組成超過250人的代表 參加八個比賽項目 今屆港運會得到 中西區康樂體育會的支持 與康文署和中西區民政事務署一起籌劃 由聖加勒女書院二十位學生 組成的啦啦隊 早前已經出戰十八區啦啦隊大賽 中西區代表團 在第七屆港運會成績優異 奪得乒乒乓球比賽全場總冠軍 以及籃球比賽全場總亞軍 我相信今屆港運會中西區代表團 每一位精英建議都會施展運身解數 務求在比賽中突破自己 爭取戒職 為中西區爭光 為了應付今屆的賽事 我除了自己會的練習 更加會和其他中西區的代表 去參加港運會的集訓 相信我們今年 中西區願望球隊會全力以赴 而我自己就希望 可以發揮出我平時訓練的成果 以最佳狀態上陣 為中西區獲得比往年這麼好的成績 中西區高環投塞 世如拖足必勝 市民還可以參加活力動感攝影比賽 以及在投票和競猜活動中選出 我最支持的體育社區 及競猜第九屆全港運動會總冠軍 第九屆港運會開幕典禮 將於4月21日舉行 大家記得到場 為自己區的運動員打氣 有關第九屆港運會 及各項社區參與活動的詳情 可瀏覽港運會專題網頁 www.hongkonggames.hk